蘇東起為什麼會跟我們剛講的太遠岸這四個人有關係呢 其實蘇東起他其實一直沒有參與到 因為他們這四個人在當兵的時候 其實軍隊裡面就有一批異界女秀 還有他們一些外圍的比如說黃金戲院的人 就是有一些像我們這樣讀書會 然後我們可能定期的聚會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有台灣要獨立的那個思想出來 然後他們就開始覺得應該要在軍隊裡面開始 就是因為軍隊有槍有槍支 然後就是他們就會想說我選定一天 然後我要去奪槍我要去搶子彈 然後他們最終的目的其實也是到廣播電台 然後去宣讀台灣獨立的宣言 就是說一個很具有相對意義的宣誓的行動 那時候他們就是覺得說像這樣子的行動就是沒有一個首領 所以他們就是專了蘇東起來當他們的 然後就是他們的對外的代表這樣子 那好那這樣就是後來就反正這一掛人就全部都被抓了 就開始陸續逮捕了三百多人 那進去了之後呢 大概他們好像關了四五年就開始移到太遠去 那這四個人然後其他還剩下兩個人是謝東榮跟那個江秉興 那他們兩個人的案子又不一樣 那個謝東榮是嘉義人 然後他父親好像就是在嘉義的六角說有很大的地這樣子 就是說是嘉義這邊的人 那他的案子他也是在軍中裡面他是為了什麼 那時候是說他在牆壁上寫的幾個字 他說他寫軍隊是人民公社大家要忍耐 這樣子的話其實在當時來講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是據他的家人講說他們好像也有一個說法是覺得 因為他跟副刀長處不好然後可能有人陷害他 然後就說那個是他寫的這樣子 那總而言之他也進去了 那江秉興呢江秉興他是台中人台中大陵那邊的人 那江秉興又其實江秉興一直被視為也是太遠的領導人 他跟那個鄭金河被視為是太遠的主要的兩個靈魂人物 那江秉興是他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感情很豐富的人 如果你有看到他的遺書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說他其實是一個文筆還蠻好的 對然後他從小到大成績都很好 然後個性也很好 然後就是對於國家就是對於台灣獨立 他其實也很早就有想法了 那他是因為台灣獨立聯盟案進來的 被抓的 那台灣獨立聯盟案其實是三個案件並在一起 就是那時候陳三興在高雄中學就是有一個進學會 那陳三興就是他們也是在討論政治就是台灣獨立這件事這樣子 那台中一中就是江秉興跟他的同學 什麼吳俊輝跟陳興極 那那個施明德呢他是高雄的中正高中 就是他們這 施明德那時候好像組一個亞西亞同盟之類的 然後就是這三個案子並成一個叫台灣獨立聯盟案 就是他們政治主張也是很明確就是台灣獨立這樣子 好那就就被抓了 那江秉興那時候是跟謝崇敏關在一起 就是然後他的同案的男友 那個吳俊輝他是跟那個彭明敏關在一起 等於說他們都是同在一個那個看守看押的地方這樣子 好那所以等於說他們其實跟彭明敏啊謝崇敏可能 你知道就是彼此在政治理念上又是一樣的 然後又可以溝通這樣子 那好那但是後來因為江秉興他其實在那個安坑那邊 信電那邊其實常跟人家起衝突 所以他後來其實也被移到太遠去了 那被移到太遠去的時候剛好碰到那裡的一個等於是一個管理階層 是他的軍校同學 因為後來他們那個台灣獨立聯盟案 他們其中就約定好 因為他們那時候都是高中生嘛 就是國中高中生 就是約定好的時候我們就是要到去念軍校 我們就是要去軍隊裡 然後等待有一天可以有所作為這樣子 好那所以他們就 反正就是在太遠那邊就碰到了同學 那同學總是會特別照顧他 所以那時候其實 因為太遠是在台東的很偏僻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那個現在還是敢訓所的樣子 太遠那邊很 因為他的監獄也是新的 那所以很多東西其實是靠 監獄裡面的犯人要出去自己制住 他要出去跟著啊砍木頭之類的 就是你知道自己養活自己嗎 像他 目前有幾個監獄都是萬一監啊 就是可能那個量型比較新的 他們可能都要去 養雞種花之類的 然後拿去賣這樣 那 那 因為在那個環境裡面 其實是 不像我們一般認知的 牢 那個監獄 他是有鐵欄杆 他其實是到處跑 滿山遍野的跑 那焦品星他就很幸運 他就是可以去外衣隊 因為通常外衣隊 好像通常都要待一兩年才可以 但是因為他同學就是在那 那所以他很早就去外衣隊 那等於說他們在外面其實跟一堆 跟其實他們跟 呃太遠其實關了很多 我們說的兩性政治犯 兩性犯這樣 他們其實跟附近的居民 跟附近的原住民 甚至跟 因為那是國防部的監獄 跟軍隊 就是那個周邊的那個警衛連 就是那個充員兵 就是感情都很好 就是大家關係都很好 等於說是可以談 談天的那種 生活上彼此照顧這樣子 那 所以 他們開始就覺得說 好像可以在這裡做一些事情 所以才開始有 要把當初說東起案 他們那時候在雲林的軍隊 想要去攻佔 就是奪槍然後攻佔 廣播電台去宣告台灣獨立這件事 就開始又被談起來 所以就是等於說 他們開始覺得說可以去做 就是他們之前沒有去完成的事情 好 那這個 但是這個動手的時機點到底是 那就是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可能就是口頭上 大家育友之間只是這樣講這樣而已 但是 就是 付出行動又是另外要需要一個 你知道 一個動力去驅動它 那這個動力呢 其實 嗯 很多人的 就是 根據一些後來的口述的 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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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太原是那一年的農曆正月初三動手的 應該是國地是2月8號 等於說差不多隔一個月的時間他們就動手了 當然根據一些說法是說 他們是希望說這六個人每個人拿著一把尖刀 就是他們事先準備好的 就是可能在汽車修理場磨好的尖刀 然後就是要去可能有六個哨之類的 然後要去制服那個哨兵 就趁那個交接的時候要制服哨兵 然後可能殺了哨兵之後再回來把監獄裡面的人放了 然後大家一起到台東廣播電台去 就是攻佔廣播電台 然後他們身上其實都帶著台灣獨立選演跟文告 就是他們打算在廣播電台裡面要講台灣獨立這件事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讓國際知道說 有台灣獨立就是島內有台灣獨立的這個政治理念 有這個聲音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像國際宣告這樣子 那因為那時候其實台灣的地位也一直急急刻為了 因為197年是 197年我們退出聯合國 那等於是 國際情勢上其實也是 就是已經跟1949年國民黨來台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 那但是呢 他們其實在於六個人就是跟警衛 就是跟那些哨兵對峙的時候就 就是不成功 因為他們鄭金河有砍殺一個應該是上士吧 那那個人後來也死了 但是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是大聲呼救 所以就變成說很多人來支援 那後來那個來的輔導長就勸他們逃 所以這六個人也六個人就逃了 那逃了之後就是你知道就是跑進散去 然後之後就陸續被抓回來 那所以 但其實我覺得看檔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很有趣的一個點 就是說 這六個人被抓回來的時候 其實國防部的態度是 他其實沒有要這六個人判死刑的 他可能是會覺得說 點多就是再給你一個15年 20年 對 但是其實 但是 也很吊回的是 4月23號 就是那一年1997年4月23號的時候 蔣經國在紐約被黃文雄刺殺 那 你知道就是 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蔣介石的心理就開始可能有點壓力了 他 所以他在4月27號的時候 在看到國防部 就是看到太原案件 的時候他就批了 就說 如此重大的叛亂犯 就是 就是 就是輕輕放過 就是 理應都要槍決 所以就 槍決了 所以其實 國防部那時候可能還 其實還想壓這件事 因為照理講 其實已經殺人了 就是 有點嚴重了 已經不是說 我 就是 不判死刑 但是國防部那時候的態度 我不知道可能是 所以 他可能 軍方那邊也覺得說 裡面可能會牽涉到一些軍人 可能是一些管理階層 也出了問題吧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這個局 所以他其實 是蔣介石批 要 強決的 所以就是 就 就是 5月30號就五個人強決 這樣子 那 那 其實看這些檔案的時候 我自己是 我覺得太原案 跟 前面的檔案 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前面的 陛下檔 他有很多東西是 很秘密的 是真的 找到的資料不多 就是 除了同案 濫有的口述 就是回憶 然後一些檔案資料之外 其實 真的就像剛剛那個 郭愛講 他其實 對這案子就真的很陌生 可是太原案我覺得比較特殊一點是 因為 呃 台獨的 台獨派的人士 他比較想要去 詮釋這個案件 所以每個人都很想去講這個案件 反倒是 家屬是沒有聲音的 家屬 他覺得 他覺得他是不懂 那所以很多 我 甚至我在訪談家屬的時候 家屬都要求我 就是跟他們講太原 是什麼 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他們可能 他們 他們覺得說 他們書也 可能看的不太多 然後找到資料也不太多 然後他其實都還模模糊糊的 那可能是同案的 奈友 可能會稍微告訴他 但是 同案的奈友 他其實 並沒有參與到最後的行動 他可能只是在獄中 他聽到了什麼 那可能這 被槍決的人 都會告訴他一點什麼 但是 他可能不是在那個 行動的 核心圈裡 也不是在決策圈裡 所以其實 後來太原就是 當然 如果你們大家去查 那個危機百科什麼 就是可能 就是上面就會寫說 這個案子 大概 獄中呢 大概有五十個人 受到牽連 然後 周邊的圓民 跟那個警衛兵 衝員兵 可能一百二十個人 這樣子 就是參與的事件 但其實我們後來 去查資料的時候 查檔案 是 我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去找到 當時 太原案就是 那些對峙的 衝員兵 至少也要找到幾個人 來回憶當天的情景 情形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跟那些 太原案子的 就是 犯人 關係不錯的 那些 軍官 或是 管理階層 他們有沒有一些 可以透露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找不到 然後 判刑的 聽說 軍隊牽連很多人 但是也找不到 那些人的資料 所以就變成說 到底 有多少知道 通常 現在來看 大概把我所帶 就是 遇年難有大概二三十個人 就是比較是 台獨主張 跟他們政治情感 比較接近的人 他可能 他們會透露一些 給他們知道說 要動手 這樣子 但 確切的 確切的 數據其實是 還是模糊的 那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 每個人都在爭奪 我覺得說 尤其是 可能大家看到一些 比較 檯面上的 台獨派的人士 像 我第一次 見到太原案的 家屬的時候 是在那個 異光教會 那 異光教會 大家知道就是那個 林雄 林雄那個 面門選完之後 他把這個 家捐出來 就是變成一個教會 聚會場所 那他們 在五月三十號的時候 都會辦一個 就是 緬懷 就是一個追思會 就是追思那個 太原烈士 然後還有 太獨的 就是 烈士這樣子 那我就是第一次 去參加 然後上面講話的 可能就是牧師 然後 學者 然後 一些 政治人物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家屬 我不知道是 嗯 家屬 推辭 就是說我 不要講話 或者是說 就是他們 就是沒有安排 家屬講話 那所以我那時候是想說 我如果去參加一光教會 追思會的時候 我搞不好可以訪問到家屬 這樣子 對 但後來就是 就是沒有 就是大家都走掉 那但是最後還是有 找到 那個 詹天針的 家屬這樣子 對 那 呃 看檔案資料的時候 其實 是 很多疑問啦 就是 因為他的版本很多 就是 每個人 有每個 最早在 寫 把太原世界寫成 像小說一樣的 可能就是 火種 就是 還有 就是那個林樹枝先生 跟 高金郎 也有寫 他們就是 可能就是 從一個政治犯的角度 下去 談這個案件 這樣子 那其實你知道就是 他們可能 也不是核心人物 那很多東西 也都是聽來的 那 聽來的東西 就是 就是 經過一個小說的想像 所以它裡面其實可能 會有部分是虛構的 想像的東西在裡面 那就是寫出來 那但是 這樣的效應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有太原這個案件 那 現在 在 當我要 就是 開始找 太原的資料的時候 我其實對於這些 小說 形式的 就是 詮釋 我其實是比較保守 是 想要 有點距離來看 因為不見得是正確 而且很多人 那即使後來 中研院的 近代史也去做了 蘇東起安 跟太原事件的 口述歷史 因為他們 口述歷史訪談的 大部分都是 就是 奈友跟 部分的家屬 就是可能 像江秉欣的妹妹 他就是 他妹妹江月慧 是 長期跟江秉欣在 同家屬 然後也很了解 江秉欣的人 然後他又對於政治 就是很 又很明確 就是很 傳喜他哥哥的那個 政治主張這樣子 所以他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奔走 那 謝東榮案的 他哥哥也是 就是類似的狀況 就是 比較熱 就是比較熱心 然後比較 會 想要去談 那但是 但是 口述歷史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人的記憶都是 不太可靠 就是 我 這時候 記得的是 這樣 我可能連我 前天吃了什麼 你叫我記起來 我可能還在那邊想 半天我記不起來 就是說 人的記憶都是需要 都是其實常有縫隙的 然後常常也都沒有那麼清楚 那 口述歷史 然後 育友的 回憶 然後還有一個 剩下就是官方的檔案 那檔案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說 相對來講 檔案的調查 他其實有他某部分的可靠 雖然他是一個就是 你知道就是 黨國的那個機器下面下去調查的案件 但是 基本上他會用一個比較客觀的一場 去談太遠這件案子 對 那他們那時候 當然官方的 就是把他定調成一個暴動 那 台獨派人士可能會覺得 這是起義 不是暴動 但是 當他們在調查那些官兵 可能就調查 當天發生什麼事 之前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有他的 準確性在 所以我會部分的 以用官方的檔案 因為 我覺得官方 他可能 在某些時候 他會避重救急 比如說 不要牽扯到我 我的 不要到 我的責任 責任要降到最低 但是 相對他們 他們對於這個事件的那個 發生 或是說 自己的犯人 的背景的掌握 然後他們逃到哪裡 或是找到什麼東西 其實是 至少是一個有所本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就是 前期工作就是 可能就是 找資料 那雖然 這資料多 但是因為他版本 有些細節是兜不起來的 比如說 彭明敏 逃到瑞典去 那他們在太原怎麼知道 彭明敏逃到國外去 那就有兩個說法出現了 一個是說 就是 透過種種關係 然後透過新聞媒體之類的 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知道 那另外一個是說 他們 江北京那時候有跟他約定好 就是說 他到國外去 他會寄明信片回來 寄明信片回來 說 他逃到國外去 那他們就可以動手了 那 但是根據彭明敏的回憶 他是沒有記到這件事的 他說沒有 所以 你知道就是 有很多不一樣的不同的說法 那你要相信誰 就是 很多在細節上其實是都會出現奇異的 但是我覺得這是正常的 就是說 歷史 他 當你沒有 找不到 就是很確切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監視器啊 也沒有什麼 你 只能靠 某部分的目擊證人或是什麼 但是你知道目擊證人可能講 大家講都不一樣喔 所以就是 呃 一個真相在那裡 那但是我們用很多不同的途徑 想要去 知道這個真相 那 但是你知道 大家可能 有時候就是會稍微偏掉 那 但是我們至少是 呃 瞎子摸象總是要 最後要把它摸出一頭像來 這樣 就是摸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對 那太原案基本上 呃 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輪廓是這樣 但是他 你知道他 呃 其實就是版本 就其實 其實還是變動啦 就是大家還是會有他 呃 想要說的部分 這樣 好 那就是先去 找資料 然後訪談家屬 那訪談家屬也是 當然也是有點困難 就是說 呃 一方面是 太原案的家屬 比較低調 呃 低調 低調的比較多 嗯 那 男性受訪者 跟女性受訪者 也很不一樣 那男性受訪者 基本上 不太談 然後就是 你 你可能問了十句話 他可能只回答你一句話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呃 在感情上也 就是很壓抑 但是 女性受訪者 就是 他會 一開始都會一直很 拒絕很晚去 就是說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 這樣子 但是 就是 呃 一旦他們答應受訪的時候 其實 你知道就是 有很多的那個 情緒 就是找到出口的那種感覺 就是 他會 就是開始 講說 這幾年 呃 那幾年 父母過得怎麼樣 兄弟姐妹過得怎麼樣 他自己怎麼樣 喔 那 但是這種受難 就是說一個家庭 就是 因為一個 就是一個人 的政治理念 然後整個家庭 就是 就是 開始非常 就是在精神上 我覺得 通常都是精神上的壓迫 大過於那個 肉體啦 就是說 精神上的折磨 其實是 很有 尤其是那個 母親 父母通常都走不出來的 那 通常那個 小孩就是 就是 你知道 他其實 還蠻愛這個哥哥的 但是他 又很怨恨他 就是說 就是 會怨 但是這個怨 其實 呃 他又很難講的出口 因為 他哥哥可能已經被 被定位成一個 類似英雄的 地位了 他沒有辦法去講給他哥哥的 那些 育友聽 那 也不知道該講給誰聽 但是 就是 我會覺得說 但是 至少 就是 他很 當他就是 我們在談的時候 他其實還蠻 誠實的 就是 他的底線 就是說 他覺得他哥哥很自私 這件事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 我自己 聽到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他 很坦誠的去面對 他自己受創的那個 那個傷口 這樣子 對 那 採訪 完了之後 可能 呃 我覺得寫作也是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呃 因為我這個案子有五個人 那通常前面都是一人一案 那 所以寫起來就是 就是說 把案件的 經過跟 採訪的經過 就是融在一起寫 那 因為我這個案子五個人的時候 我會希望說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 呃 但是寫作上 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技巧 因為 我那時候有考慮過 我 把它寫成像一個故事 哦 寫成像連續劇這樣子好了 但是問題是 呃 家屬 我們訪談的 最重要的角色 家屬他放不進來 因為 他不是在太原的這個脈絡裡 他是在外圍的 那 那我後來會 會回到一個初心 就是說 當初我為什麼要接這個計畫 是因為我 我是因為看了遺書 哦 我是因為看了遺書之後 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接了這個計畫 那在這個計畫過程當中 呃 我跟家屬之間 我們的關係 就是說 我去訪談他 那 我會覺得說 主要角色就是遺書 就是 受難者的聲音 然後 另外一個聲音是 家屬的聲音 那接下來就是 我這個採訪者 去 介入這個關係時候的聲音 哦 所以我把這三個東西 當成我主要的角色 那我去經營這一塊 所以就是變成說 我 太原案的時候 我是 從遺書的脈絡下去寫 那 太原案到底是個 什麼樣的案件 就是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檢史 就是放在前面 讓大家稍微有點背景 有點 呃 知道說這是大概是一個台普的案件 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我 呃 我們第一次開寫中會議的時候 其實我也非常焦慮的原因 是因為 呃 五個人 然後 五個 可能激進破碎的家庭 就是說 他們在某個部分是破碎 但是我 我自己會認為說 我仿然這些家庭 其實 他們也很好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家裡出了事 那反而會導致於 兄弟姐妹其實 感情其實是又更 比別人又更 團結一點的 你知道就是 呃 這樣子的經驗啊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呃 要處理的是人 呃 是人的那一塊 人的感情的那一塊 那不是 呃 我會把政治的東西就是壓到最低 那 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呃 終於訪完 終於寫完了 終於寫完了 那其實 呃 也是 覺得說有點 就是 鬆一口氣 口氣啦 就是說大家可以 呃 去看一看就是說 一個正 就是 當家裡有一個人 呃 要為他的政治裡面 他也付出生命了 但是 相較 呃 他的那個家庭 甚至他周邊的家 家族 其實也在這個 在當時的這個時代裡面 他們也被犧牲了 喔 他們也 也犧牲了他們 自己的 某個部分的 你知道 就是 本來他們可能 搞不好可以 好好念書 好好工作 好好結婚 然後 好好過自己的生活的 但是也 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而遭到 就是 傷害這樣 那 我會覺得說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 比較想要去 處理跟 提醒大家 對 那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